當對方說我愛你 但其實你沒有辦法回應的時候怎麼辦 我會選擇說我愛你 如果說前男友跟你聯絡 對 然後說我們一起約出去 你會跟我說嗎 我不會跟你說我要跟我前男友出去 我會說誰誰誰從國外回來 我要跟他碰面 對不對這樣就不算是善意的話 因為真的不是特別嗎 對不對 我有一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技巧或許我們也試試看 好 例如說我要跟你說一件事情 可是我很擔心你會不高興 OK 我很擔心你會不高興 對 所以 喔你會這樣先問我是不是 對 拜託你這樣說當然要聽喔 當然要聽 可是我很擔心你會不高興耶 你不可以這樣陷害我 你不能不高興 那我就不要說了 因為我很在意你感受 高招 你會不會不高興 高招 你會不會不高興吧 我盡量不要不高興 好吧我跟你說 好 我的前女友跟我聯絡 對 她呢剛好她從上海回來 然後她想要見面 嗯 我沒有答應她 非常好 我想要先跟你說這件事 OK OK 那你拒絕她 你現在有不高興嗎 我沒有不高興啊 因為你已經拒絕她了 OK 那麼 可以以朋友的成分去跟她出去嗎 就是跟她喝杯下午茶 那我也一起去好了 好啊 嗯 看 問題都解決了 沒有謊言 沒有謊言 重點是 你會選擇在那個時候說謊 是因為你很擔心對方會不會暴怒 對 那個時候你為了要保護自己 所以你選擇不說實話 嗯 但其實如果你用一個有技巧的方式 你會說 我很在意你的感受 對 所以我會想要先跟你說 嗯 你也許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善意保護對方 嗯 惡意保護自己 都保護對方啦 因為你既然愛對方 就是很關心她 希望她開心 來 希望她不要不高興 對不對 嗯 那我們常 我們男生常聽到一句話 就是說你絕對不要相信 當你的女朋友 或者你的老婆說 我沒事 嗯 因為沒事就等於是有事 我很想否認啦 但是我覺得 真的千萬不要相信 但她就是明明就是你知道 若有所思 然後不太想要搭理你的時候 你問她 然後她會答你說我沒事 千萬不要相信 一定絕對有事 到底有什麼樣的信號 我們有辦法給彼此打一個PASS嗎 例如說如果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Code Word 對不對 對 你說我沒事 但其實是我有事 只是我還不懂得 怎麼去說出那件事 也許我就直接這樣問你好了 你沒事嗎 還是你還不知道 怎麼說出是什麼事 後著 然後我可能會問你說 那你需要一點時間 我再回來 還是你可以先來開始等我說 嗯 我就會說 等我想到要怎麼說 我再跟你說 嗯 好 不過這樣的時候 我就在隔壁喔 對 你想好了你就過來找我 嗯 對就是很直接的說 但是我覺得什麼話都能說 反正就是好好說 態度好好的說 對不對 既然我們剛剛覺得說那個善意的謊言 就是既然是對這方好 但你覺得感情當中有沒有什麼 無傷大雅的謊言 無傷大雅的善意謊言 有啊 直接來說 哇你做的這個東西實在太好吃了這盤菜 所以那是謊言 沒有沒有就是 好啦你剛開始來做飯的時候 其實是有幾次 我看到你其實做的 你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滿頭大 然後就滿都對 然後就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的這樣 端上來說 然後就盯著我看 對 這個時候我當然 嗯 很不錯耶 至少幾個 對 這個真的這個肉身交的剛剛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生活當中的事情 其實都可以算是無傷大雅 可是我覺得只要是關乎到兩個人感情的事情 譬如說脾氣讓我不舒服啦 然後我覺得這種就沒有真的就是沒有所謂的無傷大雅 因為是兩個人相處之間 就是我想到那個亞洲富豪 就是那個媽媽其實很不喜歡的女生 因為覺得她來自就是平凡家庭 然後去找茶 然後後來那個女生其實一開始選擇沒有跟那個男生說嘛 對不對 她就選擇要自己退讓 你知道我覺得像這種就真的就不能夠說謊 因為感情是雙方的 像這種時候就千萬不要把它當成是 喔好像自己要委屈啊什麼的 然後用一個善意的謊言去演示 千萬不要 然後要分辨的清楚 善意的謊言是站在對方上為對方好 惡意的謊言只是為了保護自己 這定義是不一樣的 對 而且所有的事情呢 在當下的那個感覺其實非常重要 你可以用一個最溫柔一個 最能夠讓對方可以接受的一個方式 一個態度 但是如果你要說實話的話 麻煩在七天之內 對有賤賞器 想知道更多關於兩性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請關注L Couples Wiki 然後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我有那時候有讓你知道嗎 我們去喝咖啡 然後你就突然跟我講說 欸那個誰誰誰不是你前男友嗎 我說對啊怎麼了 他說他臉書教我好友欸 所以後來你知道我那時候前男友 他發現我的新任男友是劉萱 他後來比較想跟他當朋友 哈哈哈哈